疫情逐漸趨緩 指揮中心即將宣布戶外運動的解禁措施 而下一步最有機會的就是在合體慢跑 可以不用戴口罩 隨著疫苗涵蓋率突破六成 人與人距離比較開闊的室外慢跑 就算脫口罩 風險也相對低 而同樣在合體進行排球訓練 儘管是校隊球員 戴口罩悶著 體力高速下滑 明顯有些喘不過氣 不過球類運動肢體接觸多 醫學專家認為開放機率不高 像是打籃球 半場三打三 全場五打五 可能得維持戴口罩 至於一個人練頭 球也可能滾到多人的場地 恐怕脫口罩還是不太OK 估計還要觀察疫情一到兩週 再看看是否陸續解禁 然而同一時間飲食管制措施 卻出現雙標的聲音 雙鐵後車區已經開放飲食了 不過在國道客運的部分還是維持禁止 就連簡單吃個飯糰還是不行 同樣是後車區 高鐵台鐵車站可以 國道客運卻不行 搭長城的旅客得一路餓肚子 交通部的做法引發質疑 一定會餓的 因為有人可能要早起 然後要去趕車 然後車上也不能吃 這樣一路會餓回家 鬆綁措施缺乏一致性 國道客運難道是被忘了嗎 對此交通部陸政司指出 先前收到了開放飲食需求當中 包括台鐵跟高鐵 但沒有國道客運業者 會在下次一併簽報指揮中心 檢討開放 TVBS新聞 顏瑞生佳恩科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